昨天南京气温骤降 让很多走在路上的行人都是忍不住加快了脚步 不过在一家新开的餐厅门口 有不少人是为了等餐厅开张 早上五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那餐厅的名字很文艺 叫做很高兴遇见你 他的老板就是霸凌后作家赛车手韩寒 中午十二点餐厅主人韩寒来到现场 他的出现引发了一阵骚动 在大批保安的保护之下 韩寒撤到了厨房后厂 二十分钟之后 韩寒重新回到了餐厅 首先呢很高兴大家这么冷的天来捧场 但是大家很主要是想来试好吃的 所以我也不打扰大家在这里用餐 那谢谢你们在这样开的第一天可以过来 希望我包括我们的很多合伙人 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享受 不过价位超过一百一十元的人均消费 噱头大于口味的菜品 让不少人觉得有些不值 口味是第一味的 因为你做什么是品质是第一味的 你要不好吃了 光靠这个环境的话 可能也会要打个折扣了 其实我对吃正无所谓 我就为了见他 我现在特别喜欢这本书 我希望能让他给我签了名 我爱你 你可以用没有 别看这本书的